李慧琼議員 主席,我是同意我們應該要盡快進入最後一輪提問 否則我們的財委會只會不斷滑溜月 好像你這樣說,由後年到雞年 而我知道其實財委會的時間真的很珍貴、很有限 我們原本這個年度是預計了20個財委會的討論小時 當然你是可以加會,但若然不加會的情況下 只是這個項目討論10個小時 市民可以去判斷究竟這個項目和現在的討論安排 是不是已經不合乎比例 我一直都有參與這個會議 雖然剛才有議員說他未提問過 但公道點對主席 若然議員起一開始的時候已經表示要提問 我相信只要他按鐘是一定可以提問的 不過當然去到最後階段才提問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了 因為主席是有責任要維持議會秩序的 我們也要讓議會是可以繼續運作的 主席 我也要讓市民也要記得 如果一方面議員就說是有很多東西問 但另一方面就支持休會 其實這個項目我們已經提了兩次的休會了 總共提問超過100次 也有很多議員利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規程提問 令到會議不斷延長 所以我認為我們也是要展步 主席這個題目就是永遠 正如我多次發言都說了 永遠說問責官員加薪都是不容易的 因為議員很容易找一兩位被市民批評得多的問責官員 就去說問責官員不合適加薪 但我相信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是要維護的制度 如果當只是一兩位官員做得不好 就等於整個問責官員都不應該按通脹水平去調整薪酬的話 這個不合理的 但是我們是同意這個做法 不等於我們認同那些官員工作上沒有改善空間 或者不應該定期要去反思一下你怎樣可以做得更好 不要給亦都應該要怎樣努力去爭取不同黨派議員的支持 主席我認為局長之前我也提過了 我希望你可以再努力一點 因為這個議題市民都不是很掌握的 正如我上次都提過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薪酬的調整 就不是加的 因為你是追回通脹水平 我希望你們局方下次努力去爭取 市民支持的時候都要在公眾解說方面再繼續努力 否則就經常都是被誤解 也都讓到市民也都不是很掌握的 邵家臻議員